原为人脑溢血昏迷,前妻陆袁琪奔上海探病。她写信给前夫深情喊话,欠我的醒来记得还我。 大陆女星范冰冰的逃税风波纷纷扰扰了几个月,终于有了结果。 她必须在限定期限内缴交40亿台币的罚款,以免受刑责。 这段期间,堪称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。 不但身影于百天,内心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煎熬。 图片来源,范冰冰微博。 身为未婚夫的李晨,本应在范冰冰最艰难的时刻给她及时的鼓励与支持,然而她却没有对外做出任何回应,也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说出任何一句声援未婚妻的话。 她和范冰冰同步消失,让广大的网民对她感到非常失望,炮轰她过情,没担当的,更有网友称她为渣男,叫范冰冰以后要擦亮眼睛选男人。 图片来源,李晨微博。 保持沉默多日,李晨终于在午日发生了。 她在微博上写了一句,甭管多难,咱们一起度过去。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,可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她在隔空挺未婚妻。 短短的11个字,却让她对范冰冰的深情表露无疑,同时也以行动证明了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动摇。 图片来源,范冰冰微博。 过后,李晨也透过陆媒新浪娱乐说了一句话,认识错误,接受教训,积极改正。 表示她将与范冰冰一同面对错误,一起度过难关。 图片来源,范冰冰微博。 这则新闻曝光后,网友们又改口风地称赞李晨是一个好男友,说她不离不弃,令人感动等。 图片来源,翻射自李晨微博。 其实,早在李晨发文挺未婚妻之前,她早在微信朋友圈内转发了一则名为加油。 范冰冰冰的文章,证明她仍然非常关心范冰冰。 网友也认为,关心与鼓励的话可以私下说,没必要一定得跟外界交代些什么,在敏感时刻还是保持沉默比较好。 图片来源,范冰冰冰微博。无论如何,希望她俩可以顺利地度过这次的难关。 所谓坏难见真情,这段惊得起磨练的感情才能够细水长流。 以下为相关报道,影片来源,YouTube,若被移除请见谅。参考来源。